你做Wink 费劲 油腻 不受控制 小情难堪 阿罗做Wink 撩人 绝美 电力十足 我以前是完全不会做Wink的人 我记得是19年9月份 终于学会了 然后10月份的时候 给你们录了一个练习方式的视频 当时是有5万人收藏 很多人跟我说终于学会了 真的有用 所以今天这个视频 就是我研究了三年 Wink练习法的加强版 不仅能让你自如的单边眨眼 还能帮你摆脱做Wink似的油腻感 注意 对着镜子练习效果更好 步骤一 反向练习法 如果是眼部肌肉不协调 两边眼睛无法分开行动的姐妹 你一上来就想学会把单边眼睛闭上去 一定是使不上劲 不受控制的 但你试试像我这样 先闭上眼睛 手指轻轻的按住一遍 定一只眼睛慢慢的睁 你会发现分开左右眼会简单很多 我知道肯定会有姐妹说 我这不开了 没关系 你就可以把动作再分紧 先像偷瞄一样睁开一个缝 看斜下方 适应后再慢慢抬一眼 接着就可以慢慢的放手 让眼部肌肉自己控制 保持5秒去习惯它 就能很轻松的帮我们找到 左右眼分开行动的肌肉发力点 你就会发现 从睁眼到闭单眼突然变得简单了 so easy 接着呢进行到步骤二 肌肉意识的练习 很多人做Wink后满脑子想的 都是怎么把单边眼睛给闭上 导致力气都使在了 正眼的这边 表情难看 还很容易戴着这边眼睛一起长 拉 其实我们要做的是 把意识集中在这边睁着的眼睛上 这一块肌肉撑住了 表情更好看 也不会让两个眼睛想一起比 练习方法也很简单 我们把手指放在睫毛的下面 可以不碰到 主要是帮助你有意识的撑住 睫毛不要碰到手指的感觉 然后另外一边眼睛慢慢的比 可以慢一点 把意识都集中在这一块 然后放松一下眼睛之后 再反复练习几次 你会发现你突然能找到那种肌肉控制力的感觉 那最后一步呢 就是表情管理了 在我们能够做到单边眨眼之后 很容易把Wink做的有点油腻不那么好看 主要是两个问题 首先喜欢嘴角发力这样 感觉Wink的开关好像是长在这儿的 就是开关开关开关 好油腻哦 那平时习惯用嘴角发力才能闭眼的后 你们就试试 把这个动作分成两步 先微笑 嘴角微微用力撑住 再Wink 笑Wink 笑Wink 这样嘴角既能偷偷发力 但五官又不会同时虔诚 清爽Wink哪里 还有一个油腻的原因 就是眨眼时间过场 生怕别人不知道你做了个Wink 你们看看撩人的Wink 都是蜻蜓点水撩而不自知的 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 要有意识地把单边扎眼的速度 变轻变快 你练习完前两个步骤之后 要让自己缓一下 就不要想这个事 然后再不经意间 轻松地试一下 你会发现随意做出来的Wink 是最有那味的 这样一系列下来 我们电力十足的Wink 沙就大功高成了 之后也还会出更多的表情管理 体态管理相关的视频 记得关注我呀 喜欢的话帮我点赞哦 拜拜 喜欢的话记得关注我哟